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审查消费品事故数据以及美国材料测试协会保险商实验室和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协作开发消费品安全标准 阿玛迪欧先生是与脚踏车相关的消费品问题最主要的专家 他还参加了ASTM F08.10脚踏车安全委员会的制定脚踏车标准活动 有16年之久了 那么他对脚踏车标准的修改和CPSC脚踏车联邦法规的制定 也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 那么接下来我再介绍第二位演讲者 她是Caroline Paul女士 Caroline Paul女士 她也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机械工程师 那么她在消费品安全方面也有了20年的经验 她是委员会负责机械危害小组 不是非儿童产品机械危害小组的项目组长 她的工作范围包括对非公路车辆和动力工具类产品的失败 安全以及测试和评估的分析 Paul女士参加了保险商实验室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美国特种车辆协会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美国休闲越野车协会 和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户外动力设备协会 属下众多产品标准委员会的标准制定工作 那么最后呢 我特别想感谢一下 标准局的两位 两位的黄徽芳组长 还有曹朔修先生 他们两位呢 对我们举办这次网上讲座 都做了很大的帮助 下面呢 我们就请黄徽芳女士 给大家讲话 大家好 很高兴以这种方式与大家见面 首先请代表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诚挚欢迎与感谢各位参与 本次台美自行车法规与标准视讯研讨会 这是我们第一次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举办视讯研讨会 虽然我们与美国相距半个地球之遥 但借由资讯科技技术 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来同步分享最新的消费品安全议题 今天的研讨会是由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与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共同倡议与举办 这次的活动是建立在台美双方在2004年所签署的 台美消费者产品安全合作备忘录的基础上所举办 本次的研讨会将就自行车安全在标准 法规以及事故案例研究上做深入的讨论 我们第一位美方讲者阿莫多先生 他长期参与美国ASTM、UL、NC等标准组织的 自愿性标准订定 协助制定与发展消费品安全标准 并对于消费品安全评估与事故分析 有超过15年以上的经验 本次研讨会他将为我们分享CPSC自行车法规 以及美国与国际自行车标准 第二位美方讲者保罗女士 他在消费品安全领域已经耕耘了20年 对于非儿童用品质机械性危害 也有相当丰富的实物经验 同时也参与了休闲越野车与电动工具机等标准的制定 他将为我们说明CPSC自行车事故资料与案例分析 我相信这场研讨会的参加者 都能受益于两位专家的经验与知识 最后提醒大家 会议进行中可随时透过email 向两位专家提问 请大家把握机会 最后谢谢大家的参与 并祝健康愉快 大家好,我是Vincent Amodio,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机械工程师 今天我要和大家讲一讲CPSC的脚踏车法规 并将它和美国及国际脚踏车的标准做一个比较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大概情况 也就是对CPSC的脚踏车车法规以及脚踏车的自愿性标准做个介绍 然后我要讲一讲脚踏车的使用条件 并且将CPSC的脚踏车法规和自愿性标准中关于测试要求做个比较 接着我们将再回顾一下CPSC进来对脚踏车的产品召回 CPSC的脚踏车法规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国联工法规第16部分第1512条 英文是16CFR Part 1512 这在美国是脚踏车的强制性标准 最初于1978年被视为法规 制定CPSC脚踏车的法规 目的是减少在美国出售给消费者的脚踏车所造成的伤害事故 在美国出售给消费者的脚踏车必须根据CPSC脚踏车法规认证它符合要求 对于原意是为12岁或12岁以下的儿童设计的脚踏车的认证 必须由被CPSC接受的第三方合格评估机构 也就是实验室进行测试证明它符合要求 自从CPSC最初于1978年制定脚踏车法规以来 该条法规变动很少 CPSC的脚踏车法规并不涉及脚踏车的使用情况 对脚踏车使用情况的规定是根据为特定的路况 以及脚踏车形式来决定 它也不涉及自1978年以来 业界对脚踏车设计在技术上的改进 这包括对碟式车闸 电动辅助 一体式换挡 车闸手柄 在技术上的改进 也不包括对现代材料 比如聚合纤维的使用 CPSC的脚踏车法规是对所有脚踏车 无论它原来意图的使用情况是什么 是业界必须符合的最基本机械和安全要求 这包括未能行道脚踏车设立的特别规定 即安座高度低于635毫米 这规定也适用于电动辅助马达低于750和1马力 泰塔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0公里的两轮和三轮脚踏车 我现在讲的是CPSC的脚踏车法规第1512部分 它包括脚踏车的所有系统 其他机构也有脚踏车标准 这些机构是美国和国际标准机构 譬如国际标准组织英文简称ISO和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英文简称SAN ASTM是制定美国脚踏车标准的主要标准机构 ASTM F2043-43是对脚踏车使用进行分类标准 它对脚踏车设计的使用条件进行定义 它的内容还包括贴在脚踏车上的图标 市场后零部件以及对零售商和消费者所提供的操作指南材料 上面著名脚踏车或市场后零部件所有零设计的使用条件 ASTM F2043-3对六种使用条件的定义 我后面会详细讲解 我还会讲解其他使用条件 譬如越野脚踏车 轻软脚车 以及电动脚踏车的使用条件 ASTM针对脚踏车有好几项标准 一些通常标准我刚才已经讲了 譬如对脚踏车的使用分类 还有关于脚踏车手动前轮保持系统的标准 脚踏车序列号的标准 脚踏车把手的标准 脚踏车车差的标准 对测试方式和测试规格也有规定 区别测试方式是对测试程序的规定 测试规格是对特定使用条件要求的规定 F2273是对脚踏车车刹测试方式的规定 F2711-08是对脚踏车车架测试的规定 对脚踏车车架的不同使用条件有几项标准规格 欧洲脚踏车业界在欧洲 标准化委员会框架下建立了脚踏车标准 这包括EN15194对电力助动脚踏车的标准 和EN16054对越野脚踏车的标准 ISO也就是国际标准组织 是制定在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销售脚踏车 必须符合标准制定机构 ISO8098是关于儿童脚踏车 它指的是安座高度低于635毫米的脚踏车 这和ASTM使用条件0的规定很相似 ISO4210比较新 其涵盖范围比旧版ISO4210要广泛很多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不包括ASTM F2043对脚踏车使用条件是如何规定的 我现在要讲一下ASTM F2043使用条件0 该条件涵盖原因是未三岁以上年龄 体重低于80磅的儿童使用 有家长监督的人行到脚踏车 这张图片上有显示ASTM F2043对使用条件0做出说明的图标 一般来讲 该图标在儿童脚踏车的使用处上都会有 它也应该粘贴在脚踏车上 用来说明脚踏车的原本使用者 使用条件1是指在路面上使用的脚踏车 它也被看作是赛车 这是ASTM F2043规定的图标 使用条件1涵盖的脚踏车通常是指在柏油路面上使用的脚踏车 它的轮胎与地面表示接触 条件使用2是指在未铺足路面和食指路面上使用的脚踏车 有时车子会和路面不接触 但车子不会崩得很高 条件使用3是指跳跃度可高达24英寸的3D脚踏车 使用条件4是指可以用于下坡路或跳跃度可高达4英尺的用于山野道路的脚踏车 使用条件5指的是可以用于下坡时速高于40公里 而且跳跃度很高的高难度3ND脚踏车 EN16054是为越野脚踏车所建立的 但它没有图标 ISO4210是为青年脚踏车建立的标准 EN150194是关于电力脚踏车的要求 我接下来对脚踏车的各个标准和要求做个比较 我想重复说一下 CPSC脚踏车法规第1512部分是脚踏车人行道脚踏车和电动脚踏车必须符合的强制要求 但它对脚踏车的各种使用条件并未作出规定 它是在美国销售的脚踏车必须符合的最低测试要求 STM、SAN、ISO都制定了脚踏车自愿性的标准 这些标准一般是在建立对脚踏车零部件使用的意图上 STM、SAN、ISO建立的脚踏车标准比CPSC脚踏车车法规更具体 因此同时符合这些标准可以有效的保证脚踏车和脚踏车零部件符合使用者需要 我接下来举个例子来说明CPSC脚踏车法规第1512部分和国际或自愿性脚踏车标准之间的区别 这个例子说的是CPSC对脚踏车把手感强度的测试要求 CPSC的测试要求是脚踏车的把手感必须能够承受2000N也就是450磅的力量 人型脚踏车要能够承受1000N也就是225磅的力量 相较之下1N和ISO建立的要求是建立在对使用条件之上 因此不同于CPSC的要求 比如就使用条件1来讲 CPSC的要求是无论使用的条件如何 脚踏车的把手感必须能够承受2000N也就是450磅的力量 而ISO则针对于不同使用的条件做出不同的测试要求 从使用条件0的500N到更高级别的1600N甚至更高强度 第二个例子是对车差弯曲疲劳的测试 CPSC对车差弯曲疲劳没有规定要求 但是国际自愿性标准则对车差弯曲疲劳有测试规定 这张图表具体说明CPSC对车差弯曲疲劳没有规定要求 但是国际自愿性标准则对车差弯曲疲劳有测试要求 因此你可以知道如果你设计车差更适合的是使用ASTM或ISO的测试标准 从而保证你设计的脚踏车符合你原来意图中的使用条件 第二个例子是对车差和车架组装的测试要求 CPSC的测试要求是车差与车架组装的强度检测 是因根据车架测试情况施加800N或至少39.5J的能量 以势能更大的一个尺度为准 ASTM、SAN和ISO有车差与车架组装水平符合疲劳检测 以及车差和车架组装弱体冲撞强度检测 但CPSC则没有此项测试标准 这张图表显示车差与车架组装水平符合疲劳检测要求 你可以看到CPSC则没有此项测试 但是如果你设计的脚踏车要销往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 您最好在设计脚踏车车差和车架时使用ASTM、SAN和ISO的脚踏车标准 接下来您看到的一系列图表是CPSC和制造商在2012到2017期间对脚踏车的产品召回 你可以看到在CPSC的产品召回中有对脚踏车零部件的召回 比如2017年的E7-140召回通报 因为车感的夹固螺丝断裂而对产品做了召回 其他产品召回有对叠式车闸、车差、减震器、车轮和车坐感的召回 我们也看到对有车架失效的召回 一个车架被召回的典型例子是使用汤纤维材料设计不到 脚踏车的召回在CPSC的产品召回中比较常见 也有脚踏车召回涉及到电池的 比如2015年4月的E15-120通报 在这一召回中电池因为过热而被召回 我想说的是CPSC在这方面没有规定 因此你应该考虑使用脚踏车电池的国际标准 我们也对不同的产品召回进行了分析 再往前追溯到2012 你可以看到在被召回的脚踏车产品不多 踏板是脚踏车被召回的很多例子中的一个原因 我们讲了CPSC的脚踏车要求 以及美国和国际脚踏车的自愿性标准 正如你所知CPSC的脚踏车测试要求和自愿性标准 以及国际标准对测试要求不完全相同 在很多情况下不同之处意味着您如果没有针对您意图中的指用条件进行测试 您的产品可能会出问题 您因此应该认真想一想您设计的脚踏车如果只符合CPSC的法规 是不是足够了呢? 您也许应该考虑您在设计产品时符合ASTN或ISO的测试要求 以保证您的产品符合您为原来意图中的使用条件而设计 谢谢您您听我的演讲 接下来我的同事Caroline Paul要给您讲一下CPSC脚踏车事故数据和个案分析 大家好 Vance刚才介绍我了 我是Caroline Paul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机械工程师 我在接下来的演讲中要讲的内容是 CPSC是如何收集与脚踏车有关的事故数据的 然后我还要做一些案例分析 CPSC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 收集与脚踏车有关的事故数据的 第一个渠道是通过CPSC的全国商海电子监视系统 英文简称NICE 第二个系统是任务委员会的调查员所做的深度调查 NICE收集全国各地的急诊室的数据 在全美各地有100多家医院参加我们的项目 他们对急诊室处理的受伤事故 按照特定的产品编码做编码处理 比如脚踏车和附件的产品编码是5040 山地脚踏车的编码是5030 在选择医院时 我们是按概率选择 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医院 这样当我们从这些医院得到数据时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数据估算出 全美各地发生相关事故的大概数字 我们也会收到关于事故的报告 在接到这些报告后 我们的实地调查员就会访问受伤者 问他们问题 调查员然后根据访问 会写一个详细的深度调查报告 深度调查报告提供 与事故有关的详细情况 但它不能被用来作为 对全国事故估算的依据 通过上述两个渠道 我们一方面对相关事故 在全国发生的可能性有一个了解 另一方面知道了对事故发生的细节 我们也从委员会的流行病学研究部门 得到报告 我们从2013年起 收到委员会流行病学研究部门 对从急诊室收集到的 脚踏车相关事故报告 报告给出事故的具体数字 比如在2013年 从医院收集到的 跟脚踏车和脚踏车附件相关的 受伤事故 共有53万1千起 在这些事故中 90%以上的伤者是骑车人 一半以上的受伤原因 是从脚踏车上掉下来 就像我刚才说的 深度调查报告 对事故发生原委 提供了详细情况 在2007年到2010年期间 我们总共做了 302个脚踏车事故深度调查报告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IDI调查报告 脚踏车有很多零部件 任何零部件出故障 都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 比如 根据我们的IDI调查报告 出故障最多的零部件 为脚踏车踏板 车轮 车架 车刹 车闸 以及刹车系统的其他零件 车杆 取兵 和车把手 就像我刚才说的 IDI调查报告 对脚踏车相关事故 提供详细情况 对事故发生的可能原因的描述 在很多报告中都很相似 比如 都会用到零件脱离 或松动的字眼 而与此相关最可能出故障的时候 是处在装配和保养脚踏车时 对问题的其他描述 还有零件断裂 散落 变形 和裂缝 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 一般是跟脚踏车的结构有关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是车的结构有问题 那通常就是车的设计有问题 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这类问题 通常可以通过资源性标准来解决 还有就是总体出故障 这很常见 属于不知原因故障一类 就脚踏车来说 踏板出故障 这儿有个案例 我们做了深度调查报告 这一深度调查报告的序号是 ID 050211CCC1472 按照号码我们可以找到该调查报告 得知调查员所有调查到的内容 在这一案例中 一名25岁女子从车把手上翻过去 因为她所骑的脚踏车的左侧脚踏板脱落 您可以想象这有多严重 她由救护车立即送往医院 这一深度调查报告的序号是 IDI 090521CNE4429 在这一案例中 一名19岁男子所骑的脚踏车 右侧无甲口踏板 这是一辆赛车 因此她是比赛当中出的事故 原因是脚踏车踏板轴断裂 您可以想象她伤得很严重 摔倒在柏油路面上 右膝盖拉伤即擦伤 也有因车轮出故障 这里有两个例子 在第一个案例中 前轮脱离避震前叉 受伤者是一名16岁男子 他正骑着车 我认为他是第一次骑这辆车 他才从商店买了这辆车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车轮脱离车叉 受伤者从车把手上方飞离脚踏车 在第二个案例中的受伤者 是一名11岁男孩 他骑着辆脚踏车 骑了一阵子了 他骑车过一个减速路脊 前轮脱落而夹在脚踏车中 这使得脚踏车突然停止 受伤者从车把手上方飞离脚踏车 接下来我举两个车架出故障的受伤事故 我们做了两个IDI深度调查报告 我这里就不重复IDI深度调查报告许好了 因为您可以自己查阅 在第一个案例中 屡致车架可以说断裂成了两截 一名8岁男孩骑着这辆脚踏车 他被摔离车把手 滴到了沙石路面上 在另一个案例中 一名20岁男子骑着脚踏车 车架头管被断成两截 他因此被摔离车手把 而多处被割伤 这一特殊IDI深度调查报告 序号最后面四个数字是2105 这辆脚踏车事实上被召回了 产品召回号码是00030 所以就像我说的 如果车的结构有问题 那么通常是射击的问题 在这一案例中 这辆脚踏车被召回了 下面两个案例是跟车刹有关的受伤事故 在第一个IDI深度调查报告中 报告提到车刹断裂 您可以从照片中看到 车刹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脱落了 一名20岁男子在事故发生时 正骑着这辆脚踏车 他被从摔离车把售后 他被摔离车把手后 掉到了柏油路面上 多处受伤 在第二个IDI深度调查报告中 车刹断裂了 这是一名14岁男孩 他的头部和脸碰到了柏油路面 结果下额断裂 下面的两个IDI深度调查报告 与脚踏车的车闸有关 在第一个案例中 刹车使前轮被锁住 一名17岁女孩事故发生时 正骑着车 车轮被锁住 脚踏车因此突然停止 他被摔离脚踏车 掉到了水泥野餐桌上 而摔断了他的双臂 在医院住了三天 在第二个IDI深度调查报告中 一名25岁男子正骑着车 他想踩刹车时失去了控制 结果掉到柏油路面上 头部被撕裂而受伤 并被路面插伤 下面两个IDI深度调查报告 涉及到叫踏车的车感 这是手把和车感连接处 在第一个IDI深度调查报告中 一名13岁男孩正骑着车 车感折断了 您可以从照片中看到 这故障够严重的 这是由于所使用的材料而出的故障 汽车人对脚踏车失去了控制 跌到了地上 手和胳膊轻度插伤 在第二个IDI深度调查报告中 其实共有三份深度调查报告 在第二个IDI深度调查报告中 一名52岁女性她正在转动车把手 但车轮不动换 如果车不反应的话 就可能会发生碰撞 她严重地折断了她的腿 这一组IDI深度调查报告中的最后一个案例 涉及一名18岁男性 她骑着车 车感断裂了 她被摔到柏油路面上 手腕和手肘因此骨折 接下来的案例跟曲柄有关 这一零部件与脚踏车的踏板连接 这是您向脚踏车转换力聚和马力的地方 在第一个IDI深度调查报告中 一名15岁男孩骑着车时曲柄断裂 这又是一个材料出问题的案例 这又是一个材料出问题的案例 故障使得男孩跌倒 头部受伤 胳膊折断 在另一个IDI深度调查报告中 故障也是曲柄断裂 这也是材料出问题的案例 一名35岁男性被摔到柏油路面上后 被擦伤和撕伤 这两个案例中的事故和车把手有关 我们对这几起事故做了调查 第一起调查涉及一名57岁女性 她正手握车把手 可是车把手失灵 骑车时你用车把手控制车 如果车把手失控 你对车就失去了控制 不得不动外科手术 来治疗骨折的脚踝 在另一个案例中 一名11岁男孩正骑着车 车把手松开了 他对车失去了控制后 被摔倒在地 面部受伤 这都是IDI深度调查报告中的一些实例 就像我先前介绍的那样 我们得知的这类受伤事故有好几百起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由于生产过程出现的故障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涉及前刹失效 这一特别产品是贪先围攻录车 正如Vance所说的 CPSC法规不涵改这一类材料 这样它就得由自愿性标准来应对问题 您知道脚踏车的技术革新会产生很多问题 这一案例涉及到带纤维车刹的公路车 它的问题是贪先前刹 在叠刹车座处产生断裂 制造商用来纠错的办法是修改材料失误 重新设计叠刹座铝材 固定在贪先材质上的硬力分布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减少这一部位的压力 为了使这一设计合理 制造商重新设计了前厂 并根据EN14764对车刹的测试要求进行测试 EN14764是对城市和徒步旅行脚踏车所设的标准 这又是一例根据资源性标准 可以帮助您生产安全脚踏车产品的例子 我们第二个例子是车架出故障 不用说车架出故障是很糟糕的事 在这一案例中 产品是折叠脚踏车 屡支车架在交连处出现断裂 您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 由于材料问题出现的故障问题严重 在这一案例中 微纠正材料错误 制造商对焊接过程做了修改 并将车架与折叠盒焊接处增加厚度 而且制造商还改善了品质控制流程 确保车架在组装前符合标准规格 最后为了证明设计的改变 很合理地解决了所出现的问题 制造商将车架依据EN14764标准 对车架做疲劳和冲击测试 最后 坐杆失效问题 我自己骑过山地和公路脚踏车 我因此可以告诉您 如果坐杆失灵 那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 这一特别产品是山地脚踏车 我们管它叫29英寸 因为它的车轮直径是29英寸 它的问题是 贪纤维坐杆断裂 制造商续纠正的还是材料错误 它改善了贪纤维覆盖断裂过度的叠层设计 这一做法加强了该部位的强度 为了使设计变动合理以解决问题 坐杆依据EN14766对坐杆做了坐杆疲劳测试 以符合要求 而且制造商还对该脚踏车做了工厂内 尽力复合测试 以保证产品的力度 您看 制造商不仅判断出部件失效的原因 从而找到资源性标准 对此类问题的应对方式来解决问题 而且还对产品做工厂内测试 可以说这都是对良好生产方式的应用 使得他们生产的脚踏车尽可能的安全 最后作为总结 我想说 上面我举的只是很多脚踏车零部件 可能失效的例子 我们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鼓励制造商从产品召回和纠正行动中吸取教训 而且尽量熟悉所有的现行标准 不管是强制性标准还是资源性标准 并且将他们应用到产品制造中去 产品生产中采纳最佳制造方式 以避免问题发生 谢谢您观看我们的演讲 谢谢大家 刚才阿摩迪先生和Paul女士 讲了一下CPSC的法规 关于脚踏车的法规 以及美国和国际脚踏车法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问答问题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 第一个问题是 SGS来的Vanisa Lin提的一个问题 那么刚才两位工程师 他们已经看了问题 这个问题是关于CPSC的法规 就说是不是 是不是就要把它更新到最新标准 那么下面我们就请这两位工程师 来回答这个问题 I believe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was emailed in and it's asking why we don't update the standard that was from the 1970s and specifically this is the 40th year of the standard and the answer is unfortunately the mandatory standards process is very slow and the mechanism for updating a standard is not there so unfortunately until there is an effort to change the standard which is difficult this is the standard that we have and it's codified from the 1970s yeah 那个Paul Nish她刚才回答了这个问题 她就说对 您说的对 这个标准是比较旧了 就是说是那个70年代的时候制定的 那么为什么呢 问题就是说不把它更新到最新的标准 这是因为我们美国那个标准的制定过程 是一个很慢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就说要制定那个标准 就一定要有等到那个 就是各种努力都到位了 然后呢我们才制定那个新的标准 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些别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讲CPSC151512的内容 是否针对ASTMF2043 是三中对于车辆的定义来展开不同车辆的安全要求 那么 the question about the CPSC151512 AST OK So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CPSC regulations whether they are based on or connected with the voluntary standards from ASTM Yeah 那个问题是讲那个就是说 CPSC的那个1512法规和那个 ASTMF204313 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OK So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no no they're not related they're not developed from each other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ASTMF2043 and all the other ASTM standards were not developed from the CPSC regulation or vice versa 那个回答呢就是不是的 因为那个CPSC的法规和ASTM的标准是发展的时候 就并不是同时发展的 他们就CPSC制定了法规 然后ASTM他们后来就是他们自己也是他们自己的标准的 I think that's all 所以大家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 你们感到 就要 这个回答是比较 就是这么一个直接了当的 那么下面进下来一个问题 我看看 下面又进来一个问题 现在刚刚问的 是 这个问题是 黄凌恩先生 They thank you for hosting this event 谢谢你啊黄先生 你给我们的鼓励 接下去我们讲其他的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还在打开看 不知道您下面有没有问别的问题 所以 因为那个电脑比较慢 我看不到其他内容 我知道您继续我们举办这个活动 下面第二个问题 就是CPSC1512前查及车架的要求中 39.5J及车把手以力管的22.6J的能量吸收 与变形量的要求 是以何种使用条件下所制定的 那么我们下面也是请两位工程师来回答一下 The question came from where the CPSC regulation requirements were developed from Yeah 问题 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那个是 CPSC的那个法规是根据什么情况下来制定的 So for example The requirement to test the fork and frame assembly to either a 890N load or at least 39.5J of energy The test itself is How to do it is defined in the regulation But how it was developed Originally bikes back in the early 70s were almost all steel So a lot of these regulations Test requirements are based on a steel bike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那个刚才提到那个车差和车架的测试 就是要符合那个890牛吨和39.5J 那么那个法规制定的时候呢是七十年代制定的 当时的那个 所以那个规定的测试要求呢都是也是针对那个钢来决定的 方的材料来决定的 So the requirement for example To test to at least 39.5J of energy absorption That test was based on some testing Or some knowledge back in the early 70s And it was developed and codified And it's not been changed and updated since For example to account for carbon fiber forks Which are very common today Yeah 就是刚才说那个 就是那个39.5J那个要求 那个能量吸收 那么这个也就是刚才说的是根据70年代的要求 那么这个还没有基本上那个 就是那个开发和那个编码 那编码还是没有跟到那个现代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碳纤维 并没有跟进上去 所以呢基本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您说那个标准 我们还没有更新 因为它我们还没有 并没有还没有反映到那个新的法规当中去 So one of the points of this presentation Are that even though a requirement Is in the CPSC regulation That you must test to and meet There are other standards Voluntary standards That may have Better test requirements More rigorous test requirements That you should be meeting To make sure your forks Your frames Your pedals Will be okay for use For their expected condition Yeah 所以刚才就是讲的 CPSC的法规是最最基本的 您必须满足的 如果您要是你的自行车更安全的话呢 就是说业界有很多资源性的标准 比如说对那个车差的标准 对车架的标准 对那个踏板的标准 它们就更加严格更加那个细致 所以如果您要保证您的自行车是安全的 就是我们就建议您一定要符合这些业界的资源性的标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回答 就刚才那位黄先生回答的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没看见 现在我看见了 所以我就来回答 等一下 谢谢黄先生用英文这样的话 两位先生他们马上看了以后 Maybe you'll come over here Just make questions 他们两位过来看一下问题 然后回答你们的问题 谢谢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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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e question is asking about specifically a timeline for the CPSC recalls and we will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from our Office of Compliance on that but there is a procedure that you must follow and informing the CPSC of recall information And that's handled by our Compliance Department Yeah 黄先生刚才问的问题 就是说CPSC的那个 产品召回时候的那个时间 时间表是如何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 法规合规办公室 和规合制法办公室 负责的那个产品召回 所以呢 我们记住了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会把这个问题就说 我们接下来可以回答 如果黄先生 能够把您的E-mail 留在 在 在 应该有您的E-mail 所以我们会 接下来我们在那个 事后 会再给您回答 因为这是一个 法规和合作办公室的一个问题 谢谢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讲那个 CPSC 1512车把手与力管强度的 2000牛顿测试条件 是以何种使用条件下 所制定的 so the next question is about so the question is under what conditions are you testing the handlebar stem so the specific test is in the CPSC regulation and you have to go and look at how the test is done but all bicycles sold in the US must meet this requirement again even though it may not be all that rigorous yeah 这个 刚才那个问题讲到 那个车把手与力管强度的 2000牛顿测试条件 是以何种使用条件下制定的 那么 这个 如果是怎么 怎么 就要 关于那个测试的那个 要求呢 在那个CPSC 1512里头 写的很全面 但是要想 阿莫迪克先生还是想强调说 这CPSC的法规 是最最基本的法规 就是在美国 如果您要出销售出口的自行车到 出口脚踏车到美国的话呢 必须符合这些条件 我再看一下那个email 有没有进来问题 所以 所以刚才 这个 黄先生您刚才提的问题 就是 CPSC能不能够提供一张 那个图表 显示那个 就是产品招呼的过程是怎么样 这个问题呢 就是刚才我们 Paul女士解释了 就是我们那个合规办公室的 那么我们当然很高兴 就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可以在事后 给您回答一下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下面有一个问题 是 UV的 Wendy Chow 传过来的问题 OK So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CPSC regulation covers just the bicycle or also components or accessories that the consumer will purchase later on to put on the bicycle and the answer is the regulation just applies to the bicycle as it's sold components and accessories that are later bought are not do not have to be tested to a regulation 这个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说 CPSC的法规 是指示 只是涵盖那个 脚踏车 还是 也涵盖 脚踏车的零件 和配件 那么 阿摩旧先生回答说 CPSC的法规呢 只是指的 只是涵盖 只是涵盖那个 自行脚踏车 在市场上出售的脚踏车 是怎样出售 就是那么 就一个整体 它并不 并不涵盖那个零件 和配件 but so to follow up if you're selling say a component such as a stem as an aftermarket part it should be tested to meet the same requirements even though the regulation does not require you to provide documentation of that so okay i have more sorry so 这个 阿摩旧先生回答说 刚才说的是整体 自行车 但是如果那个 那个自行车商店 它出售的是 比如说是力管 力管作为一个零件 那么这样 这个力管就必须符合 那个 符合那CPSC的法规了 虽然你其实不用提供那个文件证明 你符合了 但是你是要符合法规的 但是有些配件 比如说那个 那个小胎车上面的儿童 或者是儿童 或者是儿童拖着的脚踏车 CPSC虽然是没有法规 但是ASTM是有那个资源性 关于它有资源性的测试标准 虽然就是说资源性测语标准 当然严格意义上说是资源性的 但是我们强力推荐您符合这些资源性标准 接下来我们回答下面一个问题 讲那个现在是讲电动 接下来我们回答台湾那个电动自行车 和电动辅助自行车 在台湾归属慢车类管理 在美国这些车辆是属于电动机车 或者一般脚踏自行车方式管理的 谁有管理的呢 那么这个问题我请两位工程师回答 的 请要一下 所以 请你问一下 通过这个问题给予了 就是在无法推荐 angry 和车辆译标准 在美国人中有些人 CPSC regulations 也接受的自行车的机器 所以可以训识到 所以你 不训识到 CPSC 凶货的绰装 而用的机器 but the use of the bike, how the public uses it, we do not control that up to a certain speed. It's generally considered a bicycle, but those laws are generally local jurisdictions that decide, such as the states, the cities, and the towns all have regulations for how the product is used. It's just like the question about the electric cars and the electric cars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PSC law is the international law. So, it's mostly for the electric cars. So, in order to use the electric cars, or how to determine the electric cars speed, 总的来说使用脚踏车在美国是由地方来管理的 比如说州政府 市政府 乡镇政府来管理的 他们来确定脚踏车的具体如何使用 是他们的管辖范围 下面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也是讲到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辅助自行车 以及一般自行车在上市贩售前 是否需要政府强制认证或厂商自主认证呢 如果有的话 自行方式与检测项目是什么 有什么单位负责管理是否有相关法规规法 那么我还是请两位工程师来回答 你已经是想法规规认 the components must meet the CPSC regulation. We do not have a specific regulation for the battery itself, so you must rely on a UL battery test or some other test for the battery itself, but we do not have a CPSC regulation for the battery requirements, but the bicycle itself must meet the CPSC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this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yes. The answer is yes, is the correct. The CPSC is a car accident or a car accident. It is a law enforcement. The law enforcement has no standard for the battery. The CPSC is not a standard for the battery, 保险商实验室UL 那个相关的关于电池的测试 检测要去做那个UL的电池检测 所以CPSC的 那个关于脚踏车的法规本身不提到电池 但是就另外是有那个UL的规定 那个是就必须符合UL的规定的 下面一个问题 还是讲那个电动自行车 电动辅助自行车及一般的脚踏自行车 就美国政府是否会抽样检测起安全性 如果有的话 执行方式以检测项目为何 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刚才 他们其实就我让他们来回答 但是我想那个答案可能还是合规办公室来管 所以 问问是谁做的实验室 去让他们认识地验室 去做到这种程度正规定的预计 at designated third party test labs and CPSC has certified several test labs a lot of them are in China to do this testing for you but you provide your products to them to be tested and you are basically vouching that it's been tested and you have to provide a certification when it's sold or imported into the US that it's met these test requirements also very difficult to provide a test you have to use the development of CPSC to test them are such an important data and then you have to check the lab or you have to check the lab just as a teacher and also you have to check the lab to check the lab and if you have a tested check you have to check the lab 或者在进口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您是必须提供证据,即使您已经做了这样的认证。 再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讲那个BMX越野载载载,到美国或其他国家时需要提供哪些测试报告,使得它是符合各当地政府要求以利于市场销售。 The question is, what test requirements are needed for BMX bikes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nswer is the same requirements as all bikes,BMXs are just a certain category of bikes, so all bikes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o have the same certification that they've been tested to meet the CPSC regulation. 这个回答简单的说 就是BMX只是所有脚踏车中的一种 所以它必须符合所有 符合CPSC的关于脚踏车的法规 每一条都要符合 当然它可能自己还有特别的法规 那它就要符合 也要符合那一条 但最重要的就是说必须提供认证 在那个厂商必须提供认证 证明证实它 证明它的产品 是符合CPSC的法规的 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同一车种与美国或其他国家 应符合这法规与标准有所差异 差异是什么 比如说出口racingbike赛车 到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法规 与标准是否有所差异 OK, the question is in regards to how are bikes sold in Europe tested or regulated differently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nswer is in the U.S. the only real requirement is that you meet CPSC regulation 1512 I don't know all the requirements for Europe but I am pretty sure that they must meet ISO or EN test requirements only so again, that's another situation where you probably want to be testing to both to cover all your bases for your test requirements 在美国呢,如果说是强制性的要对 就是在脚踏车方面强制性的要求 其实就是CPSC 1512 这是一条必须最基本的满足的要求 那么如果是在欧洲销售脚踏车呢 虽然它说它不见得对 所以应该说是也是有很多ISO 国际标准的国际标准协会 那个和ISO和EN的标准 那么他建议就说 刚才说了 在美国你销售自行脚踏车 您是要一定要符合1512标准 但是呢 还是建议说您生产的脚踏车 最好是符合 既符合美国的也符合欧洲的 这样的话呢 您就100%的能够保证您的车辆是安全的 您的车辆是安全的 我们现在问题 我看看啊 我看有没有还有新的问题进来 我看到的问题 就好像现在没有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您可以 还是欢迎您就传过来 那么不然的话呢 我们如果我过一会儿还没看见问题呢 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看好像还没有别的问题进来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此为止 我还是想感谢大家 在就能够抽出时间 来参加我们这次讲座 那么我们讲座的内容呢 今天的讲座呢 整个全部过程呢 我们会上载到 CPSC的网站上 我们欢迎大家观看 那么我们到时候上载的时候呢 会有两种版本 一个是今天播的中文版本 另外一个我们会把它 就是还会上一个英文版本 所以欢迎大家 到CPSC的网站上去看 那么Amodio先生和Pony 是在演讲时候使用的 PowerPoint 我们也会上载 所以您也可以到时候 上我们的网站看看 那么最后呢 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在讲座之前呢 请标准局的同事 帮我们分发了 就要那个 我们做的如何的评卷 就是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中文和英文的 两份评卷 希望大家能够填一下 那因为我们很想知道 你们的反馈 知道我们这样的讲座 对大家是不是有用 最后我还是想 最后我要想谢谢大家 还要想谢谢一些 我们两位工程师 Modi先生和Pony 就那么早来 做这次演讲 谢谢 谢谢